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一段好话的单元里 要跟朋友们分享 当代伟大的教育家 也是意识科学前锋的圣者马赫西大师 1963年的著作 《本体科学与生活的艺术》 106页中的一段话 说明现代人压力与紧张的来源 何解决之道 马赫西大师说 现代人找不到生命的目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生来享受创造 并活出利己利人的生命的 他盲目地投入眼前的一切活动中 尽其一切所能 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是值得鼓励的 在生命的各个层面发挥创造力 是在视为人的目的 然而 人们常常会发现 当活动增加的时候 自己往往无法应付那 与日俱增的压力 于是 他的效率开始降低 他找不到足够的能量 去应付那更多的活动 这就是紧张和压力逐渐累积的原因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压力与紧张的来源 是因为现代人找不到生命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有许多人终其一生 都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解答 也有一些人干脆就说 管那么多做什么 过一天算一天 如果抱持这样的人生观的人 他在合上双眼时 对自己的生命非常满意 那也就无可厚非 然而 如果他会发现 还有许多心愿未了 那么可能就后悔来不及了 因此 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目的 在我个人认为 这是很重要的事 我记得一个朋友 在他46岁那一年 在进行马克西维德星象学的咨询时 他问了一个大部分人 难以启齿的问题 他问星象学的专家说 请问 我的生命来这个世界上 是要做什么的 星象学家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你来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要获得起名 帮助弱者的 而这个正是刚才我们念过的 马克西大师的这段好话中 所说到的 我们是生来享受创造 并活出利己同时利人的生命的 还有 在生命的各个层面 发挥创造力 是在世为人的目的 因此 为了要活出利己利人的生命 为了在生命的各个层面发挥创造力 我们每个人自然要从事某种行业 进行某个必要的行动来达成生命的目的 但是既然活动是不可免的 我们又要如何避免压力与紧张呢 关于这一点 马克西大师也提出了方法 他说 因此当活动增加时 人应该要能从自己的内在去制造出更多的能量和智慧 以应付更多的活动 就因为人不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内在去制造出更多的能量和智慧 所以他便失去了整个生命的目的 朋友们 压力与紧张的来源 是因为为了达成生命的目的 有许多活动必须进行 然而 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能量和智慧来进行这些活动 于是反过头来 生命目的的达成也就受到阻碍了 因此 如何汲取生命内在的更多能量与智慧 这便是一个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与学习的课题了 在这里 我们建议大家 每天规律练习超觉静坐 因为规律练习超觉静坐 可以让我们的心智凝定下来 去接触到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 无限的能量与智慧的大宝库 今天我们一段好话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您快乐成功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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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